這裡是中華流星網的娛樂一世代 今天晚上在娛樂一世代第二個小時 來到我們節目的說實話 我有一點久沒見到你了 DJ Cookie 嗨 大家好 我是Cookie 大家好 你好啊 對啊 DJ Cookie 是這樣 就是說嚴格說起來 我跟DJ Cookie也算是在法國砍城認識的人 沒有 我們是在出去砍城之前就認識了 但是真的在砍城還有相處幾天嘛 是是是你帶我們去吃好吃的 介紹一堆好玩的 怎麼辦 好像我這個身份已經結束了 真的嗎 以後我可能去砍城都要自己去旅行了 因為在疫情這段時間你知道嗎 有很多的事情都改變了 然後在全世界有很多的這種 音樂的festival或者是meeting 他們可能都改線上 改成線上以後過了三年 大家都覺得習慣習慣你知道嗎 好像也比較不花錢 是嗎 對對對對 所以漸漸的就大家也就好像蠻習慣變成是在線上這樣子 所以米店現在變成就改成全部線上了 沒有 我不知道 我覺得沒有啊 因為那個好像又慢慢恢復 因為像那個德州的South by Southwest 他們也是回到那個實體了 因為你看到人跟看的是真的那個Live的感覺不同 就像我看到你也是不一樣 我本人比較好看是嗎 不是 你知道其實在疫情期間你知道 其實你沒看到我嘛 你剛剛說很久沒見 對啊 但是我有見到你知道嗎 我在電視上看到你節目 疫情期間我們還有見一次面吧 就是我們一起為台東的一個 那個時候是疫情期間嘛 台東的話就的確是 台東那個時候要找DJ問號 DJ Cookie來當錯亂今天 頭腦要Change一下喔 DJ Cookie來當就是一個Leader 就是選一些很棒的先生帶的DJ這樣子 對 對不對 對對對 那第一屆幫台東縣政府做執行 那個時候我們還有見面 對 但我相信在那一次之後 因為疫情真的蠻嚴重的 事實上DJ Cookie他遇到了人生很大的挑戰 是的 我想必很多這種娛樂圈 還有很多音樂界的人都是一樣的事情 對啊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他也曾經是代表台灣的世界 台灣百大DJ嘛 你不要看到我今天很緊張 我很緊張啦 你幹嘛緊張 你不要用斜角這樣看著我 因為我訪問DJ都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你們是真正的DJ 你也是啊 不一樣的 不一樣我們這個是Radio的 你們那個是真的很有技巧的 而且我在禮拜六的晚上啊 就是通常我都會在家裡看那個DJ的秀 對 看誰的 我最近看的 我有加了他IG 待會告訴你 好你待會告訴你 看完我就加了IG啦 太厲害了吧 我想瞭解你看的是哪一個DJ 我最近也看到很多以色列的DJ 哇以色列的音樂很厲害 很你確定你聽的是以色列DJ嗎 以色列的DJ吧 還滿ㄍㄌㄧㄧㄤ的耶 真的喔 Partner 有一點sci шええ 沒想到你喜歡sci-ch 沒想到你喜歡sci-ch 我都聽啊 但我那天我加的是聖隊Д 문제 應該是希臘的DJ啦 我還蠻好奇它的音樂是哪一種風格 讓如果你那麼喜歡 好那因為他是DJ 她是真正的DJ 今天晚上來到娛樂一世代DJ KOOKIE 有一些事情待會再聊 因為你旁邊坐了 就是今天邀請到節目中 一起要來跟大家聊天的朋友 跟你來介紹好不好 他就是《When Mars Fall Down》的Bryan 嗨 Brian 你好 這首歌是他唱的 對 Brian Bryan就是跟DJ KOOKIE 他們兩個人在今天晚上還沒有8點就到電台了 他們走進來的時候我真的嚇一跳 我想我以為我通過發錯時間 準時 我們是很準時 太準時了吧 沒有你知道我其實我正常來說 我在on show之前 我都會一個小時先到現場 雖然這是個訪問 我都會一個小時 其實正常來說我會一個小時先到現場 所以今天對你來講應該沒有那麼大壓力 你自己又不用頭腦裡面一直在想 我等一下要接什麼歌啊 我要帶什麼氣氛啊 我要給大家什麼感覺啊對不對 今天你就用一個 今天是你的主場 來呈現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近推出了一張創作的EP YA 而且其實當初 其實當初不是EP 當初是什麼 當初決定本來要寫 要做的是整張專輯 時間不夠 所以變EP是嗎 後面還有一半還沒做完 好好我們可以期待 今天是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來聽聽你呢 就是為各位在節目中要來介紹的 就是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這個朋友 Brian 他有跟你一起在這首歌裡面的合作 而且很仔細聽啊 在前面都他唱 然後你有發現我的聲音嗎 我在很後面 好 待會來聽 我們重來好不好 這首歌叫 When Mars Force Dawn 火星雨落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歡迎你 繼續回到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9點20分 今天晚上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DJ Cookie 那他帶著他的另外一位朋友 來到我們節目是Brian 嗨 大家晚安 對 那我們先從一件事情講起的話 就是DJ Cookie其實在疫情的這段時間 就全世界所有的表演都沒有了 以DJ的工作來講 以前你飛來飛去 或者是你到處接場子 那是你生活的常態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這一切都停止 對你來說 那個時候你有受到很大的打擊嗎 在心理上 心理上非常 就是覺得突然間所有的Event要Cancel 然後所有的不管是精品 什麼都是停的 對 就突然間哪裡都不能去 對 可是 當然有打擊 受到打擊 怎麼會沒有受到打擊 可是我認識的你就是一直想創作 那時候不是嗎 其實那時候是空白耶 就也有時間 但沒有創作的力氣這樣 就是沒有想 因為那時候其實停在2018 我們那張專輯 來Cookie Room嘛 對對對 那回來後就 後來疫情後就停掉 那時候就已經有人問過 那你要他不在做第四張 那時候是真的沒有感覺 就是突然間沒有想法 就想說那到底要怎麼辦 那時候也不想要問自己怎麼辦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問自己怎麼辦 就是讓他順著流走 Time will tell 順著流走 其實應該是算世界都在停擺吧 我覺得那個時候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當世界停擺的時候 我也跟著停擺 反正大家都停了 也不是只有我沒有在動 對 因為你是真的動不了啊 你也不能飛出去 你也不能去哪裡 都不行 對啊 但是像創作者 其實就沒有受到影響 我在疫情期間 就訪問了非常多的人 因為疫情而做完專輯這樣 但你不一樣 那個時候你的心情 的確停滯下來 也有一個可能 就疫情前實在太忙了 有可能 對不對 好啦 這個是沒人強迫 世界強迫我們要停下來 所以你連創作都不想 那在2023年此刻 你推出了這五首歌 那這五首歌是在這段時間的創作嗎 其實是很去年才開始的 這是一個突然一個 因為你知道其實在疫情期間 你問我在幹嘛 其實後來就是碰到一個 誤打誤撞一個英國的 就是靈性上的道路修行 真的喔 真的 然後我有去海邊 後來我在疫情後來開始後面後半 疫情前爆發之前 我去韓國一個禮拜 我去做音樂 其實那時候我就是想了解 K-POP的那個 這個世界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還沒爆發之前 我就是一個人待在韓國一個禮拜 然後每天都在做音樂 然後我要回來的前一天晚上 那時候台灣剛好要有點嚴重 韓國那時候還沒有很嚴重 然後我還腸胃炎 然後我在飛機上 飛機上只有十個人坐回台灣 然後我是整個一直在冒冷汗 所以你覺得你應該得了 我沒得 你覺得有吧 就是食物中毒 太可怕了 自己在韓國首爾的那個晚上 我還記得還下雪 我會不會上不了飛機 我隔天早上撐到早上 然後去樓下藥房買藥 然後坐回台灣 那時候全世界的人都有這種幻想 我好像得了喔 我好像在發燒喔 我好像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 對 但後來現在以2023年再來看你的作品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即使時間隔絕了我們每一個計畫 但終究人還是會往前走啦 而且在這段時間 你又認識了很多很棒的音樂人對不對 像Brian他其實這樣我剛瞭解的 你根本不是音樂人啊 完全不是 那你怎麼那麼會唱歌 也沒有啦 他是被逼出來的啦 因為DZ Cookie算製作人 算創作者 那其實Brian你也是創作者啊 也是這一次 因為他一開始給我聽那個demo的時候 是他自己唱的 其實那個時候 對阿你自己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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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你嗎 就是一個reference 但是他有一個詞啦 那我當初他說 有一個新的歌 那想這個真的要做 你有沒有興趣來試試看 那我自己覺得到一個年紀 我有點像在那個Maslo Jinta的中程 就好像有些東西已經有了 那有些東西就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新的體驗 新的經驗 對對對就是一個 我當初是很徬徨說 要不要做 因為我其實是有點完美主義的人 我覺得我現在唱的不行了 好了已經不太唱 可是又突然想到說 如果我不試試看以後 可能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畢竟我跟這個行業 是完全沒有任何交集 但我覺得一首歌還好 又不是叫你出專輯 就是想很多嘛 那時候他聽了那個 可是那個詞我聽的時候 就覺得完全就是講一個少女 不是發春 就是在思春的那種 就是因為他就會覺得太多了 你不能這樣講我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時候的歌詞是Cookie你寫的嗎 我先第一回合的時候 是我先寫歌詞 然後後來被他修改 是變成我們一人一半 去修改的 你總不能叫Brian 唱那個少女思春啊 對就很怪 沒有我自己聽的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但是就覺得我很想聽他唱這個 我就問他說 我可以改那個中文的詞嗎 他說可以 我就把他寫掉了 而且我第一個詞 我先講 我在錄音室的時候 那個很多人就說 我就是第一次看我這個詞的時候 因為錄音室有很多男生 我突然好像看到錄音室 好多粉紅泡泡 結果後來正式進錄音室 Brian改了一半 對 所以那個火星墜落的感覺 是你給的嗎 因為我一開始聽了 一開始那個旋律 有一種心機的浩瀚感 但是等詞寫出來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旋律不是這個 但我要錄的那天旋律改了 然後他給我另外一個demo 他說怎麼曲長不一樣 他說那個當初只是用來填詞 他說現在這種音樂就是很多功 就是同時在進行一件事情 所以後面他前面那個旋律 只是個reference 就要拿來填詞 後來旋律又改了 所以我在進錄音室的時候 聽到的曲完全之前就不一樣 好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 我覺得DJ Cookie當然花了很多的時間 為了要完成自己的創作 還有讓自己能夠有很多的作品 可以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都是放別人的歌 對不對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的DJ的夢想 都是能夠成為一個全創作的藝人這樣 讓自己能夠擁有很多的創作 然後也可以在自己表演的時候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歌 放到你們所安排的音樂的set裡面這樣子 那其實你是朝這個方向正在努力當中 只是你很特別 就是說在這過程中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那個demo不是你唱的 那只是一個reference 我就很想問你為什麼不唱 我有唱啊 哪一個 剛剛他那首歌我有在後面 那太後面了 我不要我沒有 你沒有仔細聽 我本來我跟你講 我本來要唱很後面那一段 我的心境已經在創作中 我沒辦法又再讓自己唱歌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決定 讓他 把你全部都讓他給他唱 然後我找到後面配唱就好了 你是合音嗎 我合音啊 對你要聽到女生的那個聲音 所以我們可以說那是DJ Cookie 製作 創作 合音 混音 對不對 混音 混音 怎麼辦 Brian我們今天一直在播你的歌耶 大家都是同 到現在 大家睡覺之前都一直有這首歌的旋律在 因為我們要聽後面到底有我們的聲音吧 其實這個歌啊 Key又高 又難唱 他前面低的地方有點低 高的地方也算高 對 我們那時候在發 我們在做的時候發現那個他的Key啊 就是對他來說真的是很辛苦他 但其實在過去你已經很專心在你自己的領域裡面 就是有很好的發展 所以呢其實並沒有想到有一天你要進錄音室唱歌這件事 的確是 對 是不是這首歌你覺得有把你操到 我覺得是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操 是Mental上的 就是像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因為有不同的配音師跟還有那個錄音師在場 那他們會有一些要求 但他們 他們音樂人的那種說話的方式 像我是念理工的 我就覺得蠻不精準的 他說我希望這裡再多一點畫面感 你再出來一點 再秋一點 可是我覺得很抽象 對 就是他們各有各的要求 那可能前面那個錄音的老師 跟後面不同人 他就給我 有時候我覺得 這句唱得好像不太好 欸 這個不錯 不過我覺得這個不錯的時候 他又覺得說 欸 這個好像不太行 所以我很難抓到他要求 對 Brian 你很真實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些製作人在講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去感受嘛 欸 對不對 常常他們都是講得很 很感覺 是是是 那的確這個東西 的確是一個比較 沒那麼理性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看你怎麼去表達 嗯 然後當下我們能理會 可能我也是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不太理解 我想說他們講話都這樣 還是我的問題 然後 好玩嗎 後來你覺得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嗯 但是過程中也會覺得 到底能不能表達得很好 或是達到他們的期望 我後來出來的成品 我覺得 就是還 離我想要的差距很大 那他們就覺得說 反正你就是 第一次 你也沒辦法做到 真的說多完美 我覺得相信他如果唱第二首 他絕對一定抓到那個 而且他沒有聽過這種電音舞曲啊 對啊對啊 他是第一次接出道 如果機會有第二首 你願意接受挑戰嗎 對 我覺得會 會比這次好一點 有點比較上述的機會 那可以 我們都可以要給他上述的機會 可以可以啦 對一個舞曲DJ來說 當你要做這張作品的時候 你有去設計或想像說 你的作品裡面要幾種不同的 樂風這樣子嗎 你有先行在你的腦中 review過你這次在作品裡面要呈現的音樂的樣子嗎 有 我覺得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一個正能量的傳達 那他就很像在這樣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嘛 電子音樂是從國外傳過來的 對 那在以前的時候幾乎都是英語 那電子音樂是屬於比較流行性的 這幾年來才變成流行音樂主流 比較主流 對 那我們上次去法國 你那次看過我在巴黎 巴黎表演嘛 對 就是我會帶一些比較台灣味道的東西 對沒錯 那從那一次開始 其實有很多次 比如說跟政府文化部啊交流後 其實我一直曾經就有想過 為什麼不能把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東西加入進去 就甚至比如說K-pop好了 他編曲其實也是很電子流行音樂舞曲 那我覺得在台灣也是可以做到像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就 所以我就說疫情的時候我去取經嘛 去韓國 那我就待了一個禮拜 後來回來以後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想法在音樂創作上 然後到去年的時候一些經過了一些事情之後 所以突然靈感出現了 我想到這段第四張專輯要怎麼感覺 那先第一個規劃就是從比較正面的方向 所以你像播的這首Owing together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剛好就是它是一個故事的開端嘛 當然疫情我們改變 改變的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戴上了口罩 或者是我們 除了疫情之外還有的是 當我們人在低潮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戴上一個面具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還好I'm be ok 但是其實你一點都不ok 可是就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你並不是一個很孤單的在那個角落裡面 身邊還有很多人 然後其實陪伴著你 就是叫together 所以你有了這個想法之後 你就開始展開了創作之路這樣 就創作啊 人生就第一次寫這麼多詞啊 因為all together all in together all in together 這首歌的整個詞是我寫的 對然後另外一個唱嘛 Stone唱的 對我們也是在逼自己在錄音室 是創作逼出來的這首歌 對所以覺得 這首歌就是很比較讓他覺得開心 很正面 今晚在娛樂儀式帶來到我們節目的是DJ Cookie 我們聽他在最近這個新的作品 其實都是舞曲 還已經不是算那麼舞曲了 已經算流行 是流行啊 因為現在排行榜上流行的歌也都舞曲 就你知道現在做那個抒情歌都排行榜分數 那個名字都很低啊 每一個歌手都做 都跟電音合作 要嘛就一定要跟DJ合作 對啊 因為現在跨界已經是個主流 在國外就已經是這樣 尤其在美國就是這樣子啊 沒錯 那我看你在這一次五首歌裡面 都邀請不一樣的歌手合作 像Brian 剛剛他有聊到很多他的經驗 那其他這些人呢 你是去哪裡找來的 因為我看完以後覺得 這些人好像有一點小小的陌生 年輕 他們都很年輕 他們是 就是有的是編劇 那他們也有創作 那我們就是在一個創 就是在我就是創作的那個錄音師那邊 然後他就是認識很多年輕一代的嘛 那當初其實沒有設計是他們 本來沒有想過他們唱 然後我只是先把我只是要錄demo 因為我都會在那個錄音室錄demo 然後完成一些寫詞寫曲 跟一些創作人寫詞寫曲嘛 然後完了以後我會再去找 就是找歌手或是誰來唱嘛 適合的人唱 結果在錄demo的過程發現 他們還有才華 那個聲音好像就是我要的耶 就是你知道一邊就是一隻有激發靈感 對 然後就開始就一直寫寫寫寫 然後就很順利的 然後就好那這首歌你可以唱 對你現在放的這個就是NOMA嘛 然後他也很年輕 他其實本身是一個爵士樂的歌手 很年輕的爵士樂的歌手 對 聽一下這首歌 阿末 好聽完了這首歌 你看他也是有很難唱的高音 對不對 但他本身的他很厲害 他的Key就很會唱 是 對 其他這些Vocal對Brian來講 你應該都不認識吧 他不認識 年紀也差太多 你很專心的在那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後 你會很期待那個時候DJ Cookie完成這張作品的呈現嗎 當然會 因為就是完全沒辦法想像說出來可能會是什麼樣 對 所以你那首歌後來出來的樣子跟你進錄音是錄的可能也不太一樣 因為當初錄完之後他們整個編曲重新改過 對對對 他甚至改了三版還四版 對因為DJ都這樣啊 不好意思 因為我那時候我開始進入一個我也是很完美組 就是一直不對 就是因為我本身你就像DJ我們本身就是很電音 那我第一次嘗試這麼不是這麼電音的模式 所以你會一直又要有那個國外的點 這樣還不夠電音喔 還不夠欸 對真正在做DJ的來說 或夜店真正在做DJ來說 這還不夠 已經算流行了 對不夠那個punch 不夠 真的是那種電音就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有點被我拉回來 因為我完全是以前是沒有聽這種類型 對 所以反倒是說他可能一開始是往外推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 太多了吧 我不會這樣講 但是說以我一個一般在聽音樂 因為我聽的音樂很雜 只是說純電音比較少 然後他也會問一些意見 所以就變得有一個取得一個平衡 對啊 因為Brian家也有四千多張CD喔 聽歌也聽很多這樣 但是DJ本來他就是有很多功能 就是說比方說你的Vocal錄好了 真的最後的編曲出來或最近的拼貼 最後你怎麼給他的beat 可能都會跟你原來的想像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應該想說這一次已經超出我之前所做的靈感了 是你一直在 因為每天就是一直有靈感 就是你一直要靈感的時候 而且其實很酷的就是 你記得你那時候 你去法國你不是就是路上錄聲音嗎 對對對 我要先謝謝你 沒有我要謝謝你 就因為你那一招 我常常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我會把當下的那個moment 錄下來啊 對會錄下來 然後因為尤其是像創作也是 就是我在路上哼的一個旋律的時候 我就馬上錄下來 我管他外面旁邊什麼聲音 因為你會忘記你知道 有時我睡覺睡到一半 有聲音 有聲音然後爬起來 凌晨三四點然後錄音 哎呀現在手機很方便啊 對啊你想想看以前的人他還寫譜 真的 對不對 真的辛苦了 歡迎你繼續回到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9點50分 好有了這五首歌的創作之後 DJ Cookie未來在你自己如果有Party 你要當DJ的時候 你會適時的把這個作品放進去嗎 會啊 當然做出來一定要放啊 對啊 因為要看現場觀眾人的感覺 對 那因為其實Brian不太參加這種活動 如果你在跳舞的時候聽到自己的歌聲 恐怕 有可能會很尬 不會我覺得啊 他不能當做跳舞者 他要站在舞台上看人 那個感覺是不同 那是你的位置好嗎 沒有啊沒有啊 因為像現在有些歌曲的人在秀上面 其實我有打算把他放在篩秀裡面 而且有的人會直接就是唱live 對有些人是可以唱live 那有些是可以點的嘛 對啊 對那個這種東西就是在live演出 所以這件事情蠻有意思的啦 而且DJ Cookie用這些大家都聽懂的語言 來重新跟這些電音有一個完美的結合 也不用擔心這些電音不夠電或不夠時髦 基本上那個DJ Cookie有講 如果真的要很炸很炒的 他基本上有一點不敢做啦 對所以這個都適合全家收聽 真的真的真的 如果太炸了 其實稍微稍微 心臟受不了 對 好啊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很開心 跟你們可以做這樣的分享 Brian之前有上過廣播節目的經驗嗎 沒有 沒有 第一次獻給你了 大好人 今天還好嗎 很好啊 好像在聊天這樣子 對對對 他來上次 有沒有訪綱 我們說我們不需要訪綱 他也不讓我準備什麼 有準備什麼 因為有人會要我寫訪綱 但通常我還是都會寫 可是寫就是給他準備心安的 我不會照著問 對啊就隨性啊 我很乖欸 他真的要我還是寫給他 好認真 你還不愧是大好人 沒有啊 主要就是你也要讓受訪的來賓安心 安心嗎 他很安心 OK啊 他錄音室被我吵出來 誰與而安 要不然你們這種 誰與而安 提早一個多小時來準備的嘉賓 坐在那裡 專業性好不好 這嘉賓多專業啊 真的很棒 非常的謝謝你們兩位 在今天晚上來到娛樂一世代 謝謝謝謝Kam 謝謝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